相传春秋战国时代 群雄并起诸侯歌剧 与此同时 中原大地出现了众多的名剑 剑来兵器之手 矿骨朔金的名剑 虽身埋失散 但仍是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宝物 千百年来 为了寻找名剑而兵戎相见 彼此厮杀 关外山鹰祸飞腾 孤山沙漠历十四年 只为追尋一队雌雄神剑 干江莫言 여기 자홍신검 간장과 막야를 찾기 위해 강호를 떠드는 검객 곽빛 등의 모습을 보여주며 여러분 오늘은 무협 드라마입니다 무협 쪽에서는 엄청나게 유명한 이제 고룡님의 완화 세검 로기 원작인 드라마인데요 무협을 좋아하시는 분들에게는 굳이 뭐 설명하지 않아도 되는 만큼 엄청나게 유명한 원작입니다 제가 무협 드라마를 처음 리뷰하는 건데 무협 영화를 좋아하시는 분들이 많아서 리뷰해드리는 오늘의 드라마 시작합니다 그리고 곽빛 등의 하나뿐인 사랑 아내 백염총을 만나러 몇 년 만에 가는데 찾고 있는 신검 중 간장을 찾고 있는 곽빛 등 이제 남은 것은 막야뿐이었습니다 아들이 태어났지만 곽빛 등은 남은 하나의 신검 막야를 찾기 위해 다시 떠나야 했는데 결국 곽빛 등은 신검을 찾기 위해 이렇게 다시 집을 떠납니다 그렇게 막야를 찾기 위해 떠난 곽빛 등은 왜 남자가 막야를 찾기 위해 이곳에 있는 곽빛 등의 전쟁을 찾기 위해 이곳에 있는 곽빛 등의 전쟁을 찾기 위해 이곳에 있는 곽빛 등의 전쟁을 찾기 위해 此时此地 你真的这么说的吗 嗯 夫君 我爹娘已经接受了我们 这将会是白家的好女婿 母亲病中 我现在还是回家 见字后 素质清平山庄团聚 여자의 아버지는 두 사람의 결혼을 전혀 인정하지 않고 있었지만 처음으로 두 사람을 인정한다고 하자 백염초가 곽삐 등에게 편지를 써놓고 먼저 집으로 출발하는데 누군가 백염초가 떠나고 잠시 후 곽삐 등으로 집으로 들어와서 곽삐 등은 집에 남아있는 편지를 읽게 되는데 그 내용은 두 사람 사이를 계속 반대했던 백염초의 아버지는 부활시켜 편지를 바꿔치게 했던 것입니다 하지만 그 사실을 알 리 없는 곽삐 등 두 사람의 아버지는 你为什么要毁掉我留给你的信 我问你信上所写的 是你心里所想的吗 飞腾 我娘病重 可是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所以我只好留下书信先走一步 你不想跟我一块回清平山庄了吗 我们相识之初 我已经是光尾飞银了 飞腾 那你想怎么样 你拐了我家小姐 现在又想难为她 你可以回清平山庄 但孩子必须留下 广飞银은 절대 자신의 아이를 보낼 수가 없었습니다 然后 你爱的是我吗 我都为你生了孩子 你根本爱的就是贱 그때 그 소식을 듣고 이곳으로 달려오는 백염촉의 아버지가 그들을 발견하는데 你在这儿好好看着小姐 我去宰了你小三 准命 我别疼 你毕业了我女儿的心态 今天 我要你拿命来 你拿回去旋转 现在 whether 阿NEY 武林 魁鼓呉 滑鼻等 輸入了一元 一手的霸雷 衣用一串,就被射出了 semua 非常好霸氣的武力 但是散戀的武林 魁鼓呉 雪崩 Line 但那 Which time 你为什么会出手相救啊 你死了 我找谁去啊 看来 你对我身上这口 杆将宝剑 志在地图 是 不过我不明白 你背着神兵利器 刚才为何不用 这口杆将宝剑 不是用来杀人的 他历年了一千多年 可以说 拥有它 就拥有了一个剑侠的灵魂 我宁愿失去自己的生命 也不会让凡夫苏子的血 玷污他 你这么说 我倒真想见识见识 我能不能看看 你这把杆将宝剑 要是莫爷爷在就好了 有了杆将 就一定能找到莫爷 就像你说的 他们是一对猎人 我们一定把莫爷找出来 现在 两个人 一起 马鸭的独立 在这 그런데 그때 互相远 把语见 在那里 把语尔早上 要一对猎人 把语尔早上 有发生的 幽笔 到标凯 马鸭的独立 把语尔早上 你是我的救命人 也是我的好兄弟 兄弟会各奔前程 只有夫妻才能永不分离 莫非 你想独占这床宝剑 难道你不想吗 看来我们只能用剑一笔搞下了 不过 我有个条件 我答应你 如果你输了 我会替你把孩子养大 如果你输了 我会叫你面背而造 每年带的两口宝剑来祈奠你 Vic 所有人乱用来 一碗 没verb… 我 来 我 停 传续 我 现在 刚 你终于见到了天地一派最高的武功 燕凡 孙夫的世界是冷淡的 和江湖的尔虞都还存在 我答应你的事一定能够办到 你放心吧 我会把他养大成人的 这个八年来的时间是被迫的 并非等于贝俊的脑海轮程的 青凤 上长 江湖的 老大 孙夫的 出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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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俊 白玉氏 那个后 父親自娅予 出贼了 爱까지 낳았습니다 모든 어머니가 그렇듯이 백염촉도 두 번째 아이를 낳자 자신의 첫 아이가 사무치게 그리웠습니다 그때 후연의 동생인 후풍이 형수인 백염촉의 방 안으로 들어오는데 그렇습니다 사실 후풍은 형수인 백염촉을 사랑하고 있었고 염촉도 그 사실을 알고 있었지만 그의 형과 혼일한 것이었습니다 그때 사실 백염촉이 사랑하는 남자는 오로지 곽비등뿐이었습니다 그리고 현재 남편에도 그 사실을 잘 알고 있었는데 나는 염촉은 那些人都听了什么事 你当年做了什么事 爹儿 爹是为了你好 才出事下车的 是你花了 那风情 花が 난 염촉은 精神无法跳过 但到处的地方 爹主 爹主 你冷静一点 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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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年 师父 如果是真的决斗 我早就死了 你随我练习剑道二十余年 已经尽得天界真传 只是这最后一招 仍未能洞察精髓 我会记住您的话 그때 蓬莱을 차지하기 위해 오는 라이벌 초구달 군이 공손 양을 찾아오고 蓬莱剑道 就要是我们 无名一流的了 明天早晨 我们正式比武 曹丘大军 长命二十年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都要来的 师父 曹丘打得过我们吗 剑道也是人道 剑道的高低 在乎个人的羞耻 曹丘是个剑痴 无名一流 有着坚韧不拔的剑客精神 这种决心 其实和雷师一样 不达目的 誓不罢休 你说明天这一战 是您最后一次 蓬莱剑法 原则中原 卑师在中原 苦练剑术多年 一生中最大的心愿 就是为了找寻这九把神剑 这九把神剑的名字 是干江 赤霄 太鹅 成岭 龙渊 于长 战龙 纯军 和摩爷 这九把名剑 您见过没有 师父 只见过干江和摩爷 那还是 是一位中原剑客所赐 为师毕生的愿望 不只是要拥有 干江和摩爷 还包括这卷宗里 其他的神剑 师父您放心 我一定会帮您 打成心愿打赃 你要记住 如果明天我战死了 希望你能把这九把神剑 找回来 与我合葬 你看 这就是干江和摩爷 其余的七把宝剑 就干你的了 师父放心 我一定会做到 北方蓬莱非你九流之地 为师如果明天战败 你千万不要替我报仇 为什么 你此刻绝非是曹丘的对手 你现在需要的是 去中原历练自己的剑术 除了替为师寻找那七把宝剑之外 更要磨练你的意志 让你的剑术越来越精湛 第五天 드디어 문파를 건 승부가 펼쳐지게 됩니다 如果我战败了 让我的弟子离开 除非他来找我报仇 我是不会赶尽杀绝的 北方蓬莱非你最高的 초고수들의 싸움 그들의 승부는 단一합으로 결정됩니다 결국 败败하고 목숨까지 잃게 되는 사부 可惜呀 烟饭这一招 我还是没有看到 결국 천계문파의 마지막 초식 연반을 완성하지 못하고 죽어간 사부 한편 백엄촌 죽은 지 18년이 지난 이곳 청평산장에서는 시형 别偷看了 好好泡你的药水吧 我真搞不懂 外公为什么让我天天 泡这个臭烘烘的药水 你外公虽然不让你习武 可是 他也不想让你被人欺负 多泡这药水 对你的内力有好处 内力有什么用啊 要是我真的会那些 刀剑的针骨服 那才好呢 别想那么多了 好好看你的书吧 我去给你拿点药去 这男生就是 死人百岩虫的父亲 另一样的儿子 还有死人百岩虫的父亲 百岩虫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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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永远没有教训 我叫你 别偷看他们练功 你为什么不听 为什么他们可以练 我就不可以练 江湖上过的是 到头添血的日子 就算你一身功夫 到头来几个用好下场 你听外公的话 把心思用在读书上 将来金榜提名 这才是我们清平山庄 最光彩的事情 这边的父亲 这边的父亲 其他人的父亲 和他人的父亲 主亲 对 你坐这儿 然后他们的父亲 后颜大将来 出现了 什么人 穿这种奇奇怪怪的衣服 不要那么大声 听见就听见吗 有什么了不起 他一定是江湖中人 而且一定会特别的武功 你看他的兵器 我从来没有见过 刀不像刀 剑不像剑 在下的朋友 对阁下这把刀 特别感兴趣 可否借给我们看看 不好意思 你想怎么样 实不像瞒 我朋友打了赌 他说阁下 相貌鹦鹉 又带着这么一把 特别的刀 武功一定特别高 但我觉得未必 我的意思是 你能不能用你这把刀 插中那边姑娘桌上的 鲤鱼啊 我的刀 不是用来插鱼的 我当然知道你的刀 不是来插鱼的 但我觉得 你虽然武功很高 要插中鱼不是问题 但要插中那眼睛 就未必了吧 帽鱼你太无聊了 帽鱼的无礼 华鱼的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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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胡闹了 那位小姐不敢搭理你 干嘛这么死皮烂脸的 跟着人家 关你什么事 知道我们家少爷 他厉害了吧 大小姐 你谁啊 干嘛随便动手 在下绣中剑 原来你没有名字 你 找死 李小燃你想干什么 大小姐 您这是什么身份 怎么能跟这种人在一起呢 还是跟我走吧 你怎么这么死皮烂脸 我早就说过了 我不喜欢你 我爹和你爹是莫逆之交 他们也希望我能和你好 我爹已经打算向你爹提亲了 我爹是我爹 我是我 我的事情 我自己心中有数 大小姐 再这么嚣张 别怪我们不客气 怎么 讲多少啊 一武七人 算什么江湖好汉 我听说 这些人找到 蠢 무리들 和 맞닥뜨리게 되는데 金水王 王处章 银枪 李慧阳 大力开背手 再起车 神变王 周成一 你们几个 真的要和我决斗吗 如果你们动手的话 我就不客气了 你小子也太张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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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路四街 武功不弱 竟然被人一箭封好 真是不可思议 师父 看来这个蓬莱人 不太好对付 清白老英雄 我就是我们的动手 그렇습니다 사실 이들은 상동地域의 무림을 책임지고 있는 산동 무림의 맹주 백宫三이 보낸 이들이었습니다 这个蓬莱人 给我下了战术 他 约我比武 호연대장은 거기서 그치지 않고 백宫三을 직접 만나려고 하는데 你到底为何而来 目的何在 我要挑战中原所有的成名剑格 你一不报名号 二不报失成 就要杀我中原武士 为免太猖狂了吧 除非你回答我三个问题 否则 老夫我不会和你交手的 没有人可以跟我谈条件 同手比三招 不伤人 输得回答一个问题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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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 虎颜大葬 怎么会这么像呢 从蓬莱到往中原 目的何在 找到天下九大名剑 完成师父遗愿 你说的是传说中的 战儒 纯军 还有龙渊 太鹅 那这是传说 不一定是真的 师父说有救药 你说 你帮不帮我找神剑 除非乾坤颠倒 日月变色 初剑吧 怕耳听你啊 白玉椒的父亲 103是物業大将和打鬥了 瞬間閣碧帝定了 但結果 他逼迫和死了 一定能让少林武当送你们为图 山东武林人人得而助之 各位英雄 对付这个杀人魔头 不要和他讲什么江湖道理 他这样乱杀无辜 我们也利用而杀 호연대장은 이제 산동의 모든 무리민과 적이 되어버리고 끝없이 그들의 공격이 이어지는데 今天我让你死无藏身之地 你们没资格跟我动手 滚 等等 可是有愧于白大侠的在天之灵 命不要 中原武林的名声不能不要 更何况 你们也不是他的对手 你死了 谁去照顾你师父留下来的最后一滴骨血 方宝玉谁管哪 你功夫不错 你是来比武的吗 在下是来给你这条名路 你什么意思 中原武林高手如云 没有少林晴空晴天大师 难有当今武林盟主 武当赤松道长 鞋派当中同样不罚高手 你想靠一个人的力量来挑战武林 可能吗 只要我尽力就行了 告诉我 怎么才能找到这些人 这些人不用去找 有一个人只要他肯出手 恐怕你就有性命之忧啊 谁啊 7月初期 火海之兵去找子一后 他会让你见识到什么是天下第一剑 反正 外老爺的死 反正 我发誓 无论如何 我都要为您报仇 杀了火炎大仗 反正 现在老爺的死亡 老爺的死亡 老爺的死亡 武功 对啊 咱们明天就上路 去到子一后 真的 我要学武功 我要杀了火炎大仗 为白宫报仇 对对对 我们一定去到子一后 让他教给你武功 收留你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可是你爹会同意吗 他一定同意的 像终于 这次 杀了火炎大仗 被人找他 又召开了 一届 你敢欺账我你的太阅宝剑 你真是怎么不讲理呀 你欺账我家的宝剑 不要你的剑 好啊 如果你贏了我 这把剑归你 可你要是输了 你的刀归我 一言为定 特异一杂物 特异一杂物 你的剑我不要了 可是我想要你的刀 你输了 어떤剑部件 deserved page information 我在天陆起来哪有刀 mia不入的人 其实我也有独门阑二匹 你伤不到 Ste 我小ась 你不aden 所以你差那把刀 就给别人 不说假话 你够英雄 两个人都在一起聊天 竟然如此相似 来 喝一杯 비록出身은 다르지만 뭔가 묘한 동질감을 느끼는 두 사람 한편 몽랑 친구는 급한 연락을 받고 떠나게 되는데 兄弟 我有事 先走一步 慢走 叔叔 叔叔 給點錢吧 我已經三天都沒吃東西了 我好餓 少男生 他們受騙了 時下山人很多最有的 反正在附近,林形是蓮汩神君所得论的是 就是蓮汕之兵,看热闹啊 蓮汕之兵,能不能冲得了暴通仇还不好说呢 去暴通仇干啥啊 为了给蒮汕神君献保啊 献保? 啊? 别说了别说了 这蒮汕神君到底是什么任务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送宝宝 就是,搞得这么神秘 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两个人看着人们的秘密 但是当时人们在这地方找到了 我秦木寶和你白水公的深仇大恨 今天可以算一算了 两人在一起 某个人在一起 把某个人捕捉了 那时 小傢伙 你真知道成虚而入 某个人 好 好 但他们需要再复回 不行 我这样走了 宝玉怎么办 胡大哥 胡大哥 你没事吧 宝玉呢 被那个老妖婆抓走了 我要去救他 可是 中了暗器 那个是我奶奶 她是魔教中人 为了让我叫她一声奶奶 就把我从血缘栓中抓去 关了半个多月 你中了奶奶的暗器 虽然我知道怎么捡 但是我功力不够 这几个时针你都没法动 可我们也不能在这儿等 先去救宝玉要紧 尤其是 不够了 不够了 但是 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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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到哪儿去了 그때 不够了 互相打成 不够了 后院大将 发现了 哇 哇 是你救了吗 只是帮你爆炸了一下 看你的打扮 不像是中原人 我是胖来人 那 中原武林的 不是好杰 都是你下的 不是他们死 就是我死 그런데 계속 后院大将을 추격하던 산동 무리민들은 그를 찾게 되고 竹尔 你怎么会在这儿 关你什么事 我确定还是客气点好 哼 又是一个出头的 不是比武 是揍 你要去哪里啊 我帮你杀了他 你又帮我包扎伤口 两不相欠了 什么两不相欠啊 他们都已经看见 你为我杀了人了 我怎么办 到底怎么办 你得去帮我解释 认识你杀的 给我什么关心都没有 要不别人会以为 我生同盟 我就是条件 黄河都洗不清了 你不会把我拴在这儿吧 这是拴马的 可不是拴人的 拴马拴人都一样 反正 宝宝 我拴命 他不拴命 但是 他不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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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买点吃的 乖啊 张太婆 我这是绑马的 你怎么把人绑在这儿啊 说谁呢 说你呢 对 说的就是你 别乱跑 往年七月初七 江湖上 也就三五个顶尖好手 去会一会紫衣猴 今年可好 少说也有好几百 没错 我也听说 大网国也有人见紫衣猴 他们的人去见紫衣猴 一点都不稀奇 稀罕的 是他们带去的礼物 他们的礼物 是最名贵的 汗血宝马 그리고 밖에 있던布奥은 웬 이상한 여자를 만나게 됩니다 这个小马倒是挺好玩的 就是有点畅 喂 干嘛呢 为什么呀 帮忙 帮我把这解开 你不是想骑马吗 对啊 我会骑马 我教你啊 你帮我松开 방布奥을 풀어주는 그 순간 할머니가 나오고 그들은 도망을 치는데 他走了 니叫什么名字 음 我叫奔月 从小跟我爹 在船上长大 还有两个姐姐照顾我 那你娘呢 我没见过她 从我基石起 就只有爹了 자신과 같은 처지의 분어를 보고는 묘한 동질감을 느끼는 방布 너는 어디에 너는 어디에 내가 어디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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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너는管 너 너 告诉我 告诉我 보배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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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带这宝贝来干吗 送给紫衣猴的 只不过 我还没有搞清楚 他们到底会走哪条路线 你要打紫衣猴的主意 怎么了 我没有骑过马 就是想试一试 老朽不知这有人住 吵了先生实在对不起 没关系老人家 这地方你随便用 没关系 不过 先生请讲 我想 买你的马 动手 蒙朗新君이 사려고 하는 그 말은 바로 한열마였습니다 그리고 그 말을 가지고 있는 자는 바로 탈진군주 그 한열마을 훔쳐서 사랑하는 두 사람은 그 한열마을 훔쳐서 사랑하는 두 사람은? 你问这个什么? 因为 我喜欢你 所以我觉得 你 挺喜欢我的 女孩子 假的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娘 你可好吗? 一旦 一旦 另一位老公是老婆 那是 这两个人是 主啊的父亲和老婆 你执迷不悟 孩子就只能跟你一刀两断 江湖上都说我老不死 恐怕没那么容易 你们两个去吧 不要性子受乱 是 결국 천륜을 끊으려는 왕전 그런데有意치가 않자 자신이 직접 나설려고 하는데 追 住手 李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再是你的兄弟 你女儿杀了我的儿子 李兄 竹尔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 他和小冉虽然没有缘分 但也绝不至于动手杀了他 我乡镇里面一定定有引擎 天三说上 师父 你们两个不管用什么方法 尽快把小姐找到带来见我 是 如果此事当真 我一定会带着珠儿到府上亲自谢罪 到时候 任凭李兄随便处置 好 你打算怎么办 你杀了李孝燃 我回去也没有活路啊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我此番是去决斗 生死未博 谢谢你这几天照顾我 秦桧 我不许你走啊 你再说我连你也傻 你为什么这么傻啊 그때 방북과 분홀은 우연히珠儿을 맞추하게 되고 珠儿 你放手啊 喂 他在帮你啊 你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你知道什么 他不是帮我是害我 珠儿 我们看见你 跟那个蓬莱人在一起 就一直想救你 可是一直都没机会 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来话长 为了让大藏给我解释清楚 我才跟着他的 那这么说 我们不应该救你啊 我跟着他到了渤海之兵 就可以让他 当着所有武林豪杰的面 把事情解释清楚了吗 怕的话 谁会信啊 可是我离开他 就更没有解释的机会了 算了 我还要去找大藏呢 他就要去和紫衣侯决斗了 我真希望有人 能替他杀了紫衣侯 那样他就不用去了 你在说什么呢 紫衣侯天下无敌 我没有胡说啊 我就是希望有人能替他杀了紫衣侯啊 你 我杀了你 你冷静一点 先把剑收起来嘛 喂 珠儿 你等我一会儿 喂 温月 温月 你等等啊 温月 驾 嗯 嗯 嗯 该把马还给我们了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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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是他拿走了嘛 那就不能算是偷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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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马是我偷的 跟他没关系 请问两位姑娘 我们侯爷会考虑的 先生 请上船 金木宝 木狼神军 大腕国 托臣郡主 独眼龙 才以后 他就是死了 白玄冲 而是死了 他就是死了 他就是死了 但是我国的国君 对侯爷的武功 却非常敬仰 这次特意让我 送两匹汉血宝马来 恳请侯爷到我们大腕国 做我们的国师 国师 你们大腕国太太就在下了 不过我却无法远赴西域 如果我当了大腕国国师的话 作为一个中原人 一旦中原和西域 发生冲突的时候 汉血宝马 当然是无价之宝 不过在下无福消瘦 请侯爷赐给我解药 你所指的是 紫衣神水 家父种了一种毒 这种毒 只有阁下的解药可以解 你是说下毒的人告诉你 我有解药 千真万确 白水宫的白水圣母 那么请你告诉我 如果我要帮你 有什么理由 这就是理由 好 好漂亮 不过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我暂时不会借神水给你 为什么 我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再加上 清木宝和白水宫本来就是邪教 你们两个发生争执 就跑来我这里 侯爷 在下所求之事 想必侯爷早就知道了 对不起 王兄 江湖上的事 我已经不再过问了 其实整天打打杀杀的日子 我并不喜欢 更何况 就是武功天下第一 又如何 在下详情 後期会看一样东西 请 请 清oon上轮 中文人 中文人所有集中人都臣 杰于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호기 넘치던 호연대장은 자유의 일격을 막아내지 못하고 결국엔 지금까지 완화 세검록을 4화까지 리뷰해드렸습니다. 솔직히 저는 무협 영화를 좋아하는데 무협 드라마는 제가 많이 보진 못했거든요. 재밌는데 이거? 특히 이게 중국이 아니라 대만에서 만들어진 무협이라 그런지 약간 한국스러운 맛도 있는 것 같습니다. 여튼 여러분들이 원하시면 끝까지 드라마 끝까지 리뷰해보도록 노력할 테니까 원하시는 분들은 댓글과 좋아요 많이 남겨주시길 바라면서 저는 이럴 때면 무협 소설이 많은 그래서 소재가 떨어지지 않는 대륙이 부러운 영화 중독이었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